身体健康 呃 连一下手腕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编织 来连一下手腕 那我手腕的话应该 竞排都没有啊 在梗排都没有 斐过 啊还是16.5cm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 到绳子介绍环节 那这一期的话我们的主绳是2mm出的 然后30cm长的 呃 三根主绳然后六根副绳 副绳是1mm出的然后也是30cm长的 然后伟节的话是两根25cm的 一根15cm的 然后加两颗珠子好我们先拿开 伟节这一份 然后打开主绳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摆绳子来编织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把绳子摆好 摆绳子的顺序呢是主啊 是负 主负 啊摆绳子的顺序是负 主负 我们先这样子这样子就是一组 然后我们摆三组啊把他们全部摆在一起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 九根绳子拿在一起不好捆 你可以 每一组捆一次啊 然后把他们捆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呢就 九根一起捆就好了啊 反正绳子抓在手上不乱就可以了 这样子分组啊 这样子两组 每一组都是负 主负啊 第三组 好三组摆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胶布把它捆一下 我们可以 捆 这个位置就是留 一小节在前方 这样子 变的时候就不容易松脱哈 变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松脱了 那毕竟我们是摆在 背脱上边的嘛 如果是直接放在左边上边也建议你是可以 预留一点点头部位置的绳子 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容易 掉出来 如果你有夹子之类的就更好了 就夹住它 再用脚步捆一下 然后捆的时候顺序不要乱啊 顺序不要乱 如果你怕捆乱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每一组捆一下 一次这样子就不会乱了 看我捆的话还是有一点点 小乱啊 不影响编织就可以了 可能分成三组啊这样只能分成三组了 就捆好之后能分成三组就可以了 那拿出我们万年不变的背脱啊以前是 猫一带现在是背脱 那我的杯子都已经被剪刀弄坏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把 摆好顺序的绳子捆在你的固定物上面 可以是杯子也可以是书本 就垫高书本然后 捆在上方 编原处就可以了啊 就就地取材 我们的 主打一个方便 就不需要说特地买个架子啊 是吧 我们只是编一条手绳 没有必要 添加那么多 繁琐的工具 啊 我们 优等身啊 不需要工具 好了 那我们把它固定好之后 现在要把它分成三组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组绳编织环节 那这一期的话是三谷编 那我们现在刚好是三组 按照三谷编的编法 第一组从 上方放到第2第3组的中间 然后 看 继续第2步 第2步 这里不要太松 接着 那我们刮一条线 看来 组是最后面的 123 左边这一组是最后面的 所以把它放在正中间 然后 不停的重复 但重复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绳子 不要让它乱了 不停的将最后一组哈 最后一组来看 刮一条线 右手边这手是最后一组了哈 现在 就变变子吧 男生不懂的话就看我这种 右手边这一组是在最后面的 最后面的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 下面两组的正中间 好 这样子编上来之后它就 成为最上方了嘛 最上方之后 又变成左边这根式 最后方 最后方继续放到正中间 是吧 就左 然后到右 就一直左右左右就可以了 很快就编好了 只是注意一下绳子的顺序哈 绳子的顺序不能乱 就是每一组的顺序都不要乱就行了 编的时候收紧一点点哈 不用太松 刚才左然后现在到右 然后 山谷编很简单 你可以看一下图文图文是 直接三张小图就可以 介绍完 山谷编是怎么编的了 这款的话 非常好编织 新手的话大概 不到半小时就能编好 火烟是最简单的款式之一 好接下来 继续往下编 然后编的时候注意一下绳子的顺序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 组绳很快就能编织好了 因为它编织的速度很快 所以 我们就 不进行加速环节 登登 好 往上挪一点点 编的时候每次 打 完结之后 就注意一下它的顺序就可以了 然后基本上你不会乱的 因为它每一次就是最后面那一组 最后面那一组 很好编认 呃 编的话这条组绳可以编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我们只需要取 中间最好看的部分就可以了 就你可以编的很长 但是我们 需要的话就只需要比手腕长一点点的位置 那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们怎么取它最好的位置就行了 好编的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比手腕长大概两到三厘米的时候就可以停下了 就可以停下了啊 已经编的很长了 而且非常快是吧 这款 这款 好现在已经编到18cm了 接近 那我就可以停下来 然后用胶部把这个 尾部的位置捆一下 捆的时候 小心一点 乱了就重新编一下 也很快的 这款是 非常简单 这样子捆一下它就不会闪了啊 好那我们就把 非托扇的绳子取下来 好 取下来之后我们整理一下它的 图案看一下有没有乱乱的话我们就重新编一下就可以了 好 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 准备穿珠子打边结 打上坑结就结束了这条手绳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 呃 就如果为了方便展示一点的话我是会把多余的绳子先修剪掉然后方便 我的展示 那你们可以 先 留着然后跟着我 开边边结就可以了那 我觉得他很碍事就是 头尾都太长了会碍着我的事 碍着我展示的视野所以我就先把它处理掉 呃你们 如果不爱的话就可以先看 下面的教程很快的反正也就编个边结然后打上坑结 就结束了 这对多余的绳子是 你主绳编了足够长之后就可以修剪掉了 其实也可以吧 只要你不松就行了啊 就你这两个胶部不要突然松掉就行了 好那我们处理好主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边结那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拿出我们的边结 边结的跨是两根长的一根短的我们首先拿出两根长的绳子 有两根长的然后一根短的 短的那根先放在一边 拿出其中一根长的 然后我们穿珠子 啊通常我们穿珠子的情况呢 左手拿珠子右手拿绳子是会比较好穿一点的穿的时候 用 点 小技巧就是 捅进去之后 转一下圈圈会很容易穿过去的 嗯这根不太听话 再试一次 啊可以了 然后打一个小结小结就要一圈 从下面啊这样从下面 穿上来 从上半穿下去 这样子拉紧就可以了 这样子小结 好 这样子穿好一根 然后有的 朋友就会说啊我的绳子炸毛了穿不进珠子怎么办 啊这个问题我都已经说过 很多次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新朋友进来的吧 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502啊拿出我们的502 打开袋子 打开袋子然后 掰开头部这样子左右掰开 然后 记得 最重要的一步弹一下头部垂直的情况下弹啊 垂直的情况下弹然后让他的基液往下流 让这里的管子里的基液往下流流下去之后呢 我们修剪 这个位置啊这里有个风口的你对着 灯管能看到这里有个风口的大概是在我剪刀的这个范围内 这里有个风口的 然后我们把它修剪掉 把它修剪在风口下方一点点这样子 修剪就不会有502件出来 那么对着炸毛的绳子滴大概 呃一个手指节那么长哈一个手指节那么长的位置哈 一个手指节那么长的位置 稍微滴一下502 好滴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稍微等待他5到10秒钟 他在发生化学反应 然后等待完毕之后我们 坐着剪刀 这样子 拉着绳子往下拉绳子然后修剪 这样子绳子就会变得很尖锐 很尖锐然后穿竹子就很好穿了 来再穿一下竹子 啊这样子穿竹子很好穿了然后打一个小节 从下方 要上来穿下去 收紧 好这样子两个尾节都已经处理好了那处理好尾节之后我们就要打边节了 啊我们穿好珠子之后我们就可以打边节了 那做着一根绳子 做着尾节的绳子做一个三笨之一的结构 三笨之一 三笨之一的结构就是上方是三笨 下方是一份三笨之一 然后抓着这个小圈 这个小圈啊一个 朴素无华的小圈 做着 然后摁在主绳的 右脚右边啊 贴上去 这样子贴上去 看到了吗拉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把这个小圈 摁在主绳上 抓着没穿珠子的那根 绳子哈 没穿珠子的那根绳子 这样子往 下方要一圈上来然后往左边要 啊左边 左右要分清楚啊这边才是左边啊 然后往左边要大概六到八圈 要整齐一点点啊边的时候要整齐一点点要的时候尽量整齐 六圈了 这就是六圈那六圈也足够了那我们收紧一点点让他尽量的整齐然后 把没穿珠子的这根绳子哈没穿珠子的这根绳子穿进 刚才压着的圈圈里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 摁着没穿珠子的绳子哈摁住没穿珠子的绳子 然后把 把有穿珠子的这根 往后面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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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然后拉剩一点点看这里有个小结会露出来哈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个小结的话我们就把它拉到 边结里面去 这样子拉到里面去 用点力气把它拉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 你看这个结整不整齐 如果他不整齐你就调整一下他 然后整齐之后你就可以把另外一边打边结了 好 修整一下 按平他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在另外一边打边结 那这边打边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绳子 我们刚才是边缠了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拿出我们的尺子 量一下我们打完一边边结了嘛 我们拿出我们的尺子量一下 好看 现在我们要到 我手腕是16.5cm 那我只要到16cm就可以了 因为活结是还有一点点长度的 所以我们要在16cm就这个结的位置开始打边结 那我们拿出我们的绳子 做三分之一的结构 做着这个小圈 按在这个结上面哈 刚才 看到了哈 我们做了个标记就是在那里 然后我们按上去 按的位置就是这个结的位置 按在这个结上面 然后做着每穿竹子的绳子往下方要一圈 好然后往左边要 要6圈 要的时候要整齐 好 这样子6圈6圈之后我们就把没穿竹子的绳子穿进 一开始留下的圈圈里 穿进去 然后 摁住 这根绳子啊摁住没穿竹子的绳子拉有竹子的绳子就可以了 这一步居然还有人会错啊 昨天看到有 他有编织完之后编错了的 好把那个小结拉到 绳结中间去之后我们可以 按平一下他 让绳子 更加的 美观一点点 然后收紧收紧的话这个结如果你觉得不顶的话你两根一起拔 是可以收紧的 好 收紧之后我们再看一下 绳子的图案啊 再看一下绳子的图案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绳子的图案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到现在这一步还是可以把 编辑拆开重新打了啊 把编辑拆开重新打了 因为主绳 如果你们没有修剪主绳的话 你们连主绳都是可以重新编织了 哈到这一步 完全都是有推路可言 好接下来的话就没有推路可言的话我们就是要 加固编结然后处理多余的绳子 那加固编结的话我的建议是使用502的哈 我个人是建议使用502来加固编结的然后滴的位置是 这里的进绳口啊 这根绳子出来的地方滴滴 然后背面这里进 进绳口哈这里有个进绳口绳子进去的地方可以滴滴 两边同样如此哈这里出来的位置 滴滴然后 绳子进去的地方 稍微碰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会滴太多会变得很硬你可以用 牙签 用牙签粘一点点502称上去就可以了啊 那接下来我就展示一下 先加固编结 然后背面这里进绳口 一点点就可以了哈不需要太多 好 这样子滴含之后我们稍微等待他5到10秒钟哈 5到10秒钟 打一下眼睛很快过去了 又是美好的一天是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处理掉多余的绳子了 我们已经加固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处理掉多余的绳子 处理多余的绳子的话 我们就直接站着抓着没珠子的那一根绳子修剪掉 然后另外一边同样如此 好了剩下的话就只剩下这里 这一锤 捆了加布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修剪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加了502了 就可以把它处理掉 处理的时候我们要把有珠子的那一根往下 跟主绳搬在一起不然等一下你修剪掉了你就没 没了编结的绳子了 绳子直接 一锤修剪掉 然后到右边 这一锤也修剪掉 好那我们修剪完多余的绳子之后呢我们就已经 快 编好整条手绳了我们只需要 坐着这个结哈 这里有出绳口了吗坐着这个结往外翻 这样子把它们放在外面 这样子摆好之后呢我们把尾结做一个从下往上放的 过程啊从下往上放 然后拿出我们最后一根绳子我们只是要打好最后一个结就已经完成了整条手绳了 好 绳子也是从下往上放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把 右边那个小圈推到主绳正下方 好推进去之后呢我们要看哪一根是最下方的绳子哈 这一根是最下方的绳子 然后穿到这个圈圈里 我们拿持这根绳子 穿进去 然后收紧 收紧的时候尽量左右 均衡一点点啊就左右这两根绳子 尽量让他均衡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松一点点过去 做到左右均衡 那这样子边的阔结就 会舒服一点点啊 好接下来看 右边有图文了啊这个位置 我们打好这个小结之后我们拿起来 看 左边这里有个小的竖结 左边有结 右边绳子过来搭在左边绳子上 左边绳子从上方穿回去右边的圈圈里 啊包 边的时候要把 两根尾巴都包在正中间啊 好这样子收紧 拍看 继续 收紧 夹紧一下他 第2个结刚才是左现在是右 然后右边有结 左边绳子从下方过来搭在右边的绳子上 搭在他上方然后右边绳子从上方穿回去左边的圈圈 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图文 啊 双上屏结还是非常简单的 好接下来看现在是第3个结 左右左到左边左边的话右边绳子过来 右边绳子过来之后呢 左边绳子从上方回去啊穿进去就行了 收紧 好 这样子这个 双上屏结我们边6个左右 然后把绳子佩戴上手看一下啊 他的 最终大小 合不合适 双6个左右 然后手紧这样子挤一下他 手紧一点点 好然后佩戴上手看一下整条手绳的大小合不合适 如果细了就是短了的话我们就可以编长一点点 这个活节如果是 长了我们就可以编短一点点这个活节就可以了 好像我一样收紧之后刚好 没有缝隙了啊 他就是整条手绳就已经是 长度是 适合我的了已经是16.5cm左右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多余的绳子处理掉 那整条手绳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再把这个活节收紧一点点就行 收紧然后 食指拇指做一根 中指无名指做一根 抓着用力拉紧 拉紧这样子左右拉紧一只手 用剪刀 修剪剩 一点点的绳子 这个位置是需要用到打火机的啊 如果你是这个位置都不想使用打火机 想使用502的话你只能用牙签啊 一定是牙签或者是用针指之类的 粘一点然后慢慢蹭上去啊 那就可以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死节 你就变成死节之后你就整条手绳癸啊 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建议是使用打火机烤一下就可以了 好继续接着 食指拇指做着活节 中指无名指做着另外一根多余的然后剪 稍微剩一点点 然后用打火机烤一下就可以了 呃用打火机的话用烤的不要用烧的 用烤的话他就不会变黑 如果你把它烧起来的啊 他就会变成黑色一坨 好那整条手绳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后的话我们只是看 尾巴 太长啊尾巴会有可能太长然后你 佩戴时候 尾巴太长会容易脏到菜脂啊之类的 那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情况 好那我们 接下来我们先佩戴一下绳子 好看一下你们觉得尾巴长度长不长 如果觉得长的话你就可以把它 修剪短一点点啊 好 这样子佩戴好之后 尾巴太长了也会影响到生活啊 或者是会粘到菜脂啊之类的 诸多不变之处 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剪短一点点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短的范围多短 才是正常的 那我们坐着这个活节往上提 提到手 手掌 可以刚好 松出去的 大小啊 手掌可以刚好伸出去的大小 这样子刚好可以伸出来的大小 然后 看 这两根绳子有没有对称 没有对称的话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把它对称一点点 好把它们弄到对称之后呢 我们就把珠子 顶在活节上但是不要 这边不需要用力啊 右手边重新打一个小节就可以了 小节会打吧刚才教过你了 这样子往下要一圈 然后伸进去 收紧 然后收紧的时候把它丙在珠子后方 不需要用力现在不需要用力打 收紧也不需要用力 然后左手边这根同样的 要一个小圈 伸进去 收紧 好 然后 把它拉紧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两个小节给收紧了 然后再看一下他们对不对称 这两个小节 对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 用剪刀 修剪掉 这个小节后方的绳子 好 好 修剪完之后呢这两个 小节 你可以用 打火机烤一下也可以是称一下502上去 然后让它不那么容易的松脱 因为这两个小节松的话你的伯节会松脱下来啊你的珠子也会掉出来 所以这个小节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弄好之后呢我们就 基本上整条手绳完成了 那我们拿起手绳来看一下它的图案 图案是非常的简单 是一个 山谷边的图案然后编起来的话非常好看的其实 呃 拉珠子收紧 啊 这样子省条手绳就 编好 然后 成品展示 顺便教你个小技巧就是如果觉得珠子还是甩来甩去不太方便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把珠子 这样子往 里面绕 就在 活节跟边节中间这样子要大概三圈 三圈左右就差不多了 它就完全 藏在这个活节的下方 那左边这根同样如此 往里面要 三圈 就是 如果你觉得珠子还是不太方便的话就可以这样子要进去 要完之后就呈现一个效果 好 好 是不是很简单这款手绳 那整个教程下来都不到半个小时了 其实 如果 不说话的话我 整个手绳编起来就15分钟左右 好了 那这期简单又快捷的视频重置版 看一下大家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个一键三连哦 最近的话B站收益好像变低了好多了 嗯好 那谢谢大家观看 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